大家好 欢迎来到10万个聊什么 我是分不清L和N的新人UP主小仙 旁边是导演老柯 大家好 今天录制节目的日子刚好是中元节 我们频道特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 叫做灵异故事小剧场 跟大家分享一些奇怪且诡异的小故事 但是各位小伙伴 相信科学切勿当真 现在抓紧扶手 我们出发 相信不少朋友应该都听说过 经常住酒店可能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来自知乎的一位名叫语者的网友的亲身经历 我们暂时称呼他为小语 这位小语同学 他很喜欢旅行 也住过不少酒店 但是印象中最可怕的一次经历 就在泰国的Bangkok Panis Hotel 就是曼谷的皇宫酒店 那时候小语同学刚刚高考放榜 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所以他爸妈为了奖励他 就带他去了泰国旅行 入住了这间曼谷皇宫酒店 他们抵达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半夜了 小语同学的妈妈订了两间房间 本来是打算让小语和自己住一间 他爸住一间 但是青春期嘛 都不想跟父母在一起 所以小语同学自己住了一间 房间的环境还不错 一进门 右手边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左手边是一个衣柜 打开衣柜门 里面的灯就会亮 和尚就灭了 再进去就是大床 大床的旁边有个沙发 正对着床有个壁挂的电视 外面还有个小阳台 以及落地窗 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 所以小语同学直接去洗漱后 就上床睡觉了 睡前呢 把装着两万现金的 那个钱包拿 藏在了枕头下面 有人民币 也有泰铢 这些是他家里的亲戚长辈奖励的 然后拉上窗帘 开着床头灯 就睡过去了 半夜啊 这位小语同学突然惊醒 感觉很冷 室内空调很低 大概是蒙了两分钟才缓过身来 然后他发现房间里一片漆黑 睡前开的那个床头灯灭了 他试着去按亮了手机去开灯 但是灯呢 怎么样都打不开 当时小语同学还是挺淡定的 还想着国外真陷阱 为了节电呢 设置了什么技术 但是他突然发现 睡前拉起来的窗帘也是拉开的 因为怕黑所以突然变得非常紧张 人这时候呢 也完全清醒了 没多久他又发现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 落地窗外一片漆黑 像曼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 应该是不可能的 那时候窗外一点亮光都没有 就像在山村里一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第一反应不是出去找他爸妈 而是去摸枕头下的钱包 他发现钱包不见了 那时候他连紧张和害怕都往前 脑子里面轰的一声 认为肯定是有入室盗窃 当时小语同学被愤怒冲昏的头脑 转 是因为入室盗窃吗 对啊 他的钱不见了呀 他就很愤怒嘛 然后转身冲向了房门 打算去找前台理论理论 结果去拉房门的时候 发现根本打不开 扭了好多次都打不开 怒气质直接拉满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直接呆住了 你们还记得那个进门左手边 有个自动亮灯的衣柜吗 在他拉开房门的同时 衣柜感应灯亮 然后亮了又灭 灭了又亮 反反复复几次之后 他终于注意到了这个异常 停下了拉门的动作 但是自动感应灯还是在一鸣一灭 就好像有个人在里面按着开关 很有节奏的那种 这时候啊 房间里面陷入了完全的寂静 除了那盏一鸣一灭的灯 我们的小语同学这时候又投铁了啊 他还没觉得这是个不正常的事件 他说他当时有了一个现在回想起来 还觉得很奇妙的想法 是他想着 是不是偷钱的贼就躲在这个衣柜里 所以这位18岁的小姑娘 犹豫了不到10秒钟 一咬牙一跺脚 伸手拉开了衣柜门 本来一鸣一灭的感应灯 忽然彻底灭了 房间里面再次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而且他的手机也怎么都暗不亮了 这时候对黑暗的恐惧 终于战胜了他对金钱的渴望 小语同学感到自己的脖子变得僵直 根本不敢扭头 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并且似乎看到阳台的玻璃窗上 有个什么物体正在上面浮现出来 差点吓死过去 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小语同学听到他爸妈熟悉的声音 然后他爬着去开门 因为已经腿软了嘛 很奇怪 这时候房门很容易就被打开了 他妈进来之后顺手开了灯 灯光亮起的一瞬间 小语同学扑进他妈的怀里 嚎啕大哭 他妈就拢着他安慰 故事讲到这里你们以为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你们觉不觉得有点奇怪 他爸妈为什么半夜会跑到女儿的房间门口来 小语同学也没有大喊大叫啊 顶多就是转门的声音嘛 这个音量是很难吵醒隔壁房间的人的 但是小语同学当时太害怕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异常 哭着对他妈说两万块钱不见了 他感觉到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妈拍在他后背上的手停了下来 从他的角度看到他妈的胳膊微微弯曲 垂放在身体两侧毫无动静 当自己的哭声越来越小之后 小语同学发现房间里面非常安静 他慢慢抬起头 发现他妈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有些害怕 就求助寺地看向他爸 但是发现他爸的表现非常呆滞 像个傻子一样 等他疑惑地再次看向他妈的 他妈妈说 你的钱不见了 但是不是像我这种普通话 那个音调就像是外国人在学中国话一样 你的钱不见了 你的钱不见了 那个音调就像是外国人学说中国话一样 这时候他妈妈又重复了一句 你的钱不见了 你的钱不见了 对 不行我会笑场 当时小语同学脑子又炸开了 尖叫一声跑向房门口 内心里想着 这肯定不是我爸妈 这肯定不是我爸妈 就在他摸到门把手的时候 房间里的灯再一次全部熄灭 小语同学顿时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睡在床上 他爸妈就在旁边一脸关切 钱包也没丢 落地窗外也是一切正常 他妈妈后来跟他说 第二天一早来叫他吃早餐 怎么叫都没人开门 打电话也没人接 后来请前台来打开房门 发现小语同学躺在门后 差点吓死了 接着酒店叫了医生 检查说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劳累加上受粮 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小语同学也和爸妈说了昨晚的事 他爸妈说昨晚他们睡得很好 根本没有醒过 坚持认为小语同学的经历 只是一场噩梦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间曼谷皇宫酒店 是泰国的六大传闻闹飘的酒店之一 1990年9月24日 发生在新碧五里高速公路瓦斯爆炸 就是在这间酒店的附近 酒店的旁边 有一栋两层楼高的平房 里面住了很多妓女 那场大爆炸烧死了很多 住在平房里的妓女 所以有传闻说 这里在大爆炸之后经常闹阿飘 导致附近的戏院和百货公司 都相继关门了 只有这间酒店保留了下来 当然也有许多灵异的传闻 比如说阿飘会坐在床边 一直有人拍门 感觉浴室有人徘徊 等等 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当时看完的时候 真的是后背一凉 但是翻了一下评论区之后 差点笑语了 所以说翻评论区 是读完恐怖故事之后 治愈的一种方法 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吧 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 丢2万块钱 比见鬼可吓人多了 难为那个鬼了 还自学了中文 古迹口语练习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口音比较重 第三条评论他提出了一个理论 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他说会不会是鬼 重构了一个空间 和整个房间是一样的 也就是鬼打墙 然后装成爸妈来找你 当你说害怕 好像有鬼的时候 一个大变身吓死你 或者利用亲人的身份 把你拐跑 但是因为钱 你的钱 是塞在那个枕头下面的 他们忽视了这个细节 所以导致最后卡bug了 当你冲出去 摸到门把手的时候 已经破了他们的鬼打墙 1048兄间是吧 对 然后但是比1048兄间的 等级要低一些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世界了 笑死了 鬼做梦都没有想到 你居然提钱 鬼都接不下去了 所以一直在重复 你的钱不见了 我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做鬼多年 吓过的人不说 有一万也有八千 哪一个不是痛哭流涕的 说害怕 可你呢 居然哭钱不见了 还抱着我哭 你尊重我吗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 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